适应了一段时间 好,我现在测试你 有没有讲过刚才那三个 就是刚才那种新的学习方法 就给你反馈这个学习方法 Lesson 3,一对一对三个问题 那我们Lesson 3,今天的第一个要 Lesson 3 是每天的三个灵魂拷问 对自己的灵魂拷问 好,如何知道 你已经学会了一个技能 对吗 我考你,就这样考你 我先问你技能本身 然后再看你可不可以应用 那你告诉我那三个问题 还记得吗 第一个是如何学习 然后第二个是 知道 怎么学习,如何学习 忘了 知道怎么学习 第三个是 第三个是如何高校学习 瞬间都忘了 这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了 如何高校学习 如何学习有效率 如何知道自己已经掌握了一个 对 实际上你或者我们这样吧 如何自我测试吧 对吧 对对 然后如何自我测试 你这个是不是要在学习这个,在练习这个技能之前想的一件事啊 你是怎么,你要怎么测试自己啊 你要怎么测试自己啊 我能不能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实际上就是如何自己给自己反馈 对对对 让自己知道我学习学会这个技能 然后你现在这个技能已经练完了 对吧 练完了之后的话,你现在就要reflect 你要想,你现在要想的就是什么呀 你已经测试自己,你已经自我测试完了 如何自己 知道我这个,我测试的方法对不对 好,所以你要知道自己测试的方法对不对 是不是就是我,实际上我刚才问的这个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知道自己 就回忆吧,我们这样说 回忆自己是如何学习的 哪些地方需要提高 对吧 我是不是去回忆自己 我刚才跟你回忆,我学椭圆椅 我是不是跟你说 我是这样这样学习的 那就是等于先要看一下视频 然后你再回忆一下 自己学的过程有什么问题 然后把那个过程中有问题的部分给它弥补了 自己学的过程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回忆自己学过程有什么 把自己有问题的部分 然后学有问题的步骤 对,有问题的步骤 对,然后再解决问题的步骤 然后最后都没有问题了 就是给自己的反馈 就是 总结就是给自己反馈的吧 对啊,总结自己 对,然后最后呢 就是把自己都没有问题了 回忆自己的过程也都没有问题了 然后最后就是你高校学习 再重复你学会的这个技能就行了 对不对,是这样的 最后要订立明天做什么 嗯,对 设置明天的目标 对,设置明天的目标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给你举个例子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嗯,做饭的这件事 对吧 好,我做饭的这件事 我明天的目标就是 我今天不是30分钟吗 对吧 我今天目标就是20分钟 准备饭 准备饭加做饭这件事 对吗 好,然后我明天 在做饭之前我就要想了 我怎么样给我自己反馈 让我知道我这个已经达成了 那我就弄一个time 倒计时一下吧 20分钟 好,然后我明天再去 做完这顿饭之后 我就会想 假如说20分钟 我真的做完就吃完了 我就会想 什么让我在20分钟之内 我做了哪些改变 让我在20分钟之内 做完就吃完了 就像我 终结一下 对,我就想 也就是说你的步骤 的步骤 学习的步骤 这些问题 对吧 就是我的步骤 像我自己 自己figure out 你还有我的视频 也就是说 你整个的一个步骤 是哪些地方 你做了什么样子的改变 但你不要改变很多 比如说我昨天 nutrition 我只是加了 把从一个鱼油 变成两个鱼油了 对吧 就是你不要改变 特有 我的生活每天 不是突然间的改变 就像我这个 这个 茶一样 它不是突然间的 说我从不会做茶 变成了开始 自己会做co-brew了 我怎么可能 我是神仙吗 我已经做了四五六天 早上起来自己做茶了 我才想到 哎 这个可以变成co-brew了 懂吗 然后我就冰了 而且我之前冰过 冰过咖啡嘛 冰咖啡跟冰茶 不是一个技能 我学了这个技能 懂吗 所以你就这样想 before 我需要做什么准备 after 我需要去做什么 对吧 然后明天 有什么样子的目标 而你定的这个 明天给自己的目标 不要定的太夸张 也是同样一件事 比如说你看 你自己今天 听了二十个单词 你要问你自己是 我的步骤 可以发生什么改变 让我明天多听单词 懂吗 对不对 是不是 对吗 步骤 可以发生 什么改变 什么改变 能让我效率变高 对 可以提高效率 效率 是不是就变成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你的第二步了 跟我的视频做对比 看看你的步骤 有可能是 只要不犯昨天那个错误 就亏了 对吧 或者你说 有可能是你昨天 犯了三个步骤的错误 那你定的目标 就应该是 我只要少犯一个错误 你不应该是定的目标 是少犯三个错误了 三个错误太多了 一目低了 好 你现在给我举一个例子吧 不举牙似的 你生活里面的例子 画画吧 我生活里面的例子 嗯 画画吧 我们就先从 after开始吧 你刚才不是写字了吗 对吗 我刚才写字了啊 好 那你先回忆一下 自己 写字的步骤吧 对啊 写字的步骤 我是肯定先要通览一下 我先通览一下我的那个啥 就是这个 比如说我要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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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那个啥 可以这样 我要 我要写这一篇字 嗯 然后呢 我就先 通览一遍 这个字 大概都说了些什么 然后呢 比如说每个字 每个笔画 嗯 它都要注意些什么 嗯 然后呢 等我在写的时候 我就会 刚才我注意的那些东西 嗯 我就会 我就会 在脑子里面过一遍 然后再写的话 你就有个整体 大概的印象 然后等写的时候 你就会顾及到 你刚才想的那些 如果你要是一个字 一个字写 你就不知道 你到底下面留多大 你这个字能写得下 或者是你这个空 要空多少 你直接能把 整幅字都写得下 你觉得你 那我们现在有这个 这个吧 你现在只总结了 有问题的 还要总结 进步的 进步的 哦 那就比如说 我连这个帖 我连这个帖 我比如说 这个那 这个笔画 我想一下回 我不看这个字帖 我就能写出来 那我就得 你现在要问自己 就是你刚才 做的事情 你现在停在这了啊 我自己做的步骤 所以这个有两 就是 你的步骤 有哪些步骤 做的好 哪些 可以提高 啊 步骤 做的好 做的好 就是有整体观念 嗯 做的不好的 就是笔画什么的 我们写的还不行 所以要每个每个 就是单独的在练 需要 你看你说 所以每一个每一个 单独的在练吧 对 单独的在练 是不是明天的目标 啊 对 是 好好 这样的就是 那你现在到了 假设已经到了明天了 还是写这一句 明天了 还是写字 你在写字之前 你怎么才能够知道 如何自己 可以给自己反馈 就我要看这个帖子 这个帖子就是我的规范 就这张就是我的规范 我 就是我每次 在做之前 我一定要先看我这个规范 然后再做 那我把它变成一个 怎么知道 昨天的目标 已经实现了 或者是说 怎么知道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标准 掌握的 对啊 你的标准是 是什么呀 就是我的字帖 我和它连的像不像 我连帖嘛 哦 也就是说 比如说你到了第二天了 对 你就是说 好 如果我连的帖 跟它不像 那我 或者是 它里面的那些用笔啊 我 我觉得 我写的就不如它那个 那个那么好 那我就得 一直练这个 我不好的这个笔画 就我要把这些 就是不好的方面 我要细分 分成几个 然后我再 书一解决 也就是说 你现在很清楚了 这个技能掌握的好坏 是拿你写的字 和这个字去比较 哦对 是 然后呢 但是 你想一想 你很有可能 你明天再来还不一样 后天还不一样 但是你每一天的不一样 的原因是不同的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 再加一个问题 怎么知道 我昨天的目标 已经实现了呀 总结的点 就是 点永远都会在这 就是哪些可以提高 当你提高了这一个 你今天不是说 你那个什么 某一个笔画 写的不好 某一个笔画写的不好 那如果我说 我现在总结了 你现在已经知道了 你某一个笔画写的不好 刚才不已经设置 昨天的目标了吗 明天的目标 不是把那笔画给搞定吗 对 那我们现在说 那我怎么知道 昨天的目标 已经实现了 已经到明天了 那个笔画搞定了 我的目标不就已经实现了 哦对啊 所以你在 练之前 你应该问自己的是 两个问题 不是只看你写的字 和这个字有多像 而是看这个笔画 和我要练的这个笔画 笔画 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的大的方向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问题 你有没有把你的问题解决掉 对啊 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的问题解决掉 你每天可能出问题都不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把林次这个东西 看作是写作整体的复习 对吧 那比如说你今天可能 如果我们本来看作是听力的复习 我们听力背单词都分成 多少个小技能了 对吧 我们背个单词骂 都分了三个小技能 然后这三个小技能 对吧 我们pass的是三个小技能吧 对 是吧 那假如说我这一天 发现我这一个技能做的不好的话 那我给我自己定的目标 是不是 我这个技能 明天我要比今天做的更好 嗯 对 我这个技能的问题解决之后的话 我是不是整体背单词的效率 就会更高啊 嗯 是 对 超级变变变 把这个 把这个 对吧 所以如何知道自己 对对对 学会了一个技能 现在你就知道吧 每天你就是来这个 before after tomorrow 嗯 就没有问题了 好 怎么知道 这个技能掌握的好坏 对 刚才没有过 科学学家 嗯 科学家现在提高了 就先那一句话了 这个 嗯 哦哦 过了 过了 好吧 没有机会 哦 在这儿 在这儿 哦 来了 嗯 哎 这是第一句话吗 不知道 这为什么是 这第一句话长这样 哈哈 这么多呢 哦 应该没有B 那 应该这儿有个D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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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对于I这个东西 嗯 一纽特 一纽特人 我知道这个 我看过这个纪录片 对于这个一纽特人 这个问题是 R 这个问题 嗯 怎么样 这个问题是 是什么 不会翻译吧 是吧 哦 对 那不会翻译词 怎么办呢 考虑 都会 先记下来 没关系的 对 先先 先给他那个 这种文字 就是百分之百 要会的了 对吧 对吧 这个 哦 是 这样 需要总结 加这 要总结 好 然后回来看看 你这个有没有对 第一句话 好 看完一句话之后 需要在右面记录一些关键词 对 那我就会记这个I 这个 一纽特这个 对对 先把他记录 你就知道这个技能已经pass了 对吧 你只提取了一个I 然后再往下 对 长男句的翻译 翻译对了吗 是不是按我这个 对 对 对了 好 所以这句话怎么样 读对了吧 这句话就读对了 对 然后第二句 顺程关系 然后提主语 嗯 对 对呢 就是一纽特人 就是个I 嗯 那一定有特人 就 就完了 就完了 对吧 然后回过头 再看 顺程关系的干嘛 嗯 你自己check 嗯 然后你check 最后的话 问自己 这个步骤 我做对了吗 做对了 做对了 好 然后再往下 然后现在就是 climate change weather 这个 然后 你还要check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如果是我啊 我就是顺程 提取主语 我提取了 所以我做对了 你暗示一下 自己做对了呀 你要说一下 自己做对了 好的 然后 自己做对了 提取主语以后 事项要跳到 下一个标点符号 而不是句号 回过头来看 这个句子中间 没有标点符号 所以我又做对了 哦 懂了 都是这样啊 回过头要做这个 没有标点符号 所以我又做对了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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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下一句话 都好 然后是climate change 只有这一个单词 然后它就是在 顺程关系 weather 这个就是要读整句 无论怎么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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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它造成 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它造成了什么 嗯 它造成了什么 嗯 都好 都好是提提提 顺程关系 提主语 出现了一个什么 出现没有主语 没有主语怎么办 它肯定就是一个常诞语 意思是和前面的是 那个叫什么 并列 就是climate change is a direct climate change is a direct 对吧 对对 你可以判断出来 你很聪慧呀 那就是这个 climate change is a 是什么 is a 对 a direct a direct thought 好 对 你这句子 然后 这个记者就读完了 然后读到句号 停停停停停 然后到句号了 是吗 结束了吧 对 然后你说 怎么知道自己这句话读对的 知道自己读对 再看一遍 看这个表格吧 对 这表格关于性质 对 我看一下 那你像我刚才那样说 顺程 顺程关系 起初语 我提了 没有问题 然后 截止到下一个 逗号 然后有weather weather的时候 就是 那个是转折的关系 读 你就是读 空里面的句子 嗯 提初语以后 对 提初语以后 事先调到下一个 不是句号 如果 逗号后面 不是以下几种情况 就不看了 是提取关键词 是提取关键词 对 好 我们看一下几种情况 呃 几种情况 啊 一说 when do and like because oh no 没有这个情况 嗯 然后回过头来看吧 你刚才做对了吗 错了 为什么错了 那几个 就是这几个 都不是 不像哪些单词之后 哦对 都不是 都不是 然后 但是你读了是吧 对 啊对 然后怎么样 我错了 我摆摆这边 copy一下 copy在 嗯 copy一下 属于这种 在这儿吧 在这儿吧 对 这是我给你的 example 我放这儿 啊 你copy在这儿 嗯 你把那个句子 copy到这儿 一列 这样 不是 你把这个 完整句 放这儿 对吧 对 我跟你放这儿 然后你现在 分析错误原因啊 你要问你自己了 为什么我把这个读了 也 因为 对 出现哪些单词以后 应该读豆豪后面 完整句子的 那几个单词 不太熟悉 嗯 懂 对 因为对下边的情况 不熟悉 对吧 不熟悉 对 那你现在想 下边的情况 为什么有些人 你怎么才可以更熟啊 就理解一下 我现在就会 对 如果 如果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要重要 对 然后就是当什么事情 发生了 后面 对 即使A怎么怎么样 B也会怎么怎么样 嗯 不像A 不像A怎么怎么样 B也会怎么怎么样 因为A 这个因为很少有人错 都知道 因为出现了 找结果去 对 因为A出现B怎么怎么样 好 再一下 这个如果和当什么 是不是都是条件 当什么什么什么 对 好 那你就知道 这是条件 那这个虽然怎么怎么样 但是怎么怎么样 就是转折吧 这两个是很像的吧 转折和对比 转折 不像有的人下雨就不去健身 我下雨还是健身 我下雨就健身 这个很错 不像某些人 对了 对了 好的 嗯 所以你现在已经具备一个技能 好的 就是pass了 这个 那我们先记这个 就是 后面值 这个是我们现在recalling是13还是14 耐克 等一下我回来 嗯 没有这个是14 然后这个是14 这个是我们做的 我们刚才做的是 试验这个过程 到底对不对 就试验上面的过程 对 试验上面的过程 我们刚才做的是14 你确定吗 14 其实这个是现在在做的 对啊 那这没问题 这个是next 对 然后stop because